消委會暫停與記協合辦的消費權益新聞報道長記協表示失望 消委會說鑑於傳媒近年迅速發展 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要與時並進 決定全面檢視相關活動 重新制定長遠計劃 記協說消委會沒有與協辦組織初商 單方面作出決定 但感謝消委會過去20年與新聞團體合作 希望消委會在檢討獎項的時候 反思當初設立獎項的原因 並且在檢討後復辦 消費權益新聞報道長01年創辦 以往由消委會記協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合辦